在传统的Rug中 我们先会把文章切成一块一块的文字片段 然后把每一块都通过embedding转化成向量 存到向量数据库里 不了解传统Rug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两期视频 分别从原理和代码实现告诉你Rug的方方面面 连接我会放在视频简介中 这里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按句子来分块存到向量数据库中后 那么当用户问老王喜欢吃什么时 系统就很容易找到老王喜欢吃西瓜和老王也喜欢吃桃子 因为他们的主题相关度很高 但是如果你问这篇文章里一共提到了几次西瓜 那就有点麻烦了 虽然西瓜出现在很多的句子之中 但它被分散在不同的片段里 没有哪一句能够单独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Rug就很可能检索错了或者漏了一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第一句老王喜欢吃西瓜 这里面包含了三层信息 老王喜欢吃和西瓜 在传统的Rug中我们是按照诊断来计算相关度的 如果问题只是文章中提到了几次西瓜 那它和老王和喜欢吃都没有关系 所以说整体的相关度不够高 查询的时候就可能会把老王喜欢吃西瓜漏掉 这就是传统Rug的第一个问题 全局问题和局部片段之间的匹配度太低 于是你可能会想那我就把片段切得更小一些 比如说按照词来分 这样每一个西瓜都能被命中 这当然能解决统计西瓜次数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再问一句老王喜欢吃什么的时候 这时候Rug又处理不了了 因为信息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打断了 所以说矛盾来了 你切得太大容易漏掉细节 而切得太小又容易失去语意之间的联系 这个矛盾就是传统Rug不准确的根源之一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既不漏掉细节 又能保留语意的结构呢 还真有 那就是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Graph Rug就是用知识图谱来解决传统Rug问题的 还是我们刚才的例子 老王爱吃西瓜 如果把它转化成知识图谱的形式就是这样的 这里的老王和西瓜叫做实体Entity 它们之间的边是一个关系叫做Relationship 这些关系不只是连线 还可以加属性 比如说爱吃 实体也可以带属性 比如说老王是一个人 西瓜是一个水果 这种既有实体又有关系 而且还可以加属性的图结构 叫做LPT 全称是 这里我们先来关注Graph Rug 是怎么建立这个知识图谱的 之后再关心怎么查询 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构建知识图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算法晦涩 效果也不怎么样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但是现在大模型的出现 大大的简化了这个过程 比如说在Graph Rug中 生成知识图谱的Prompt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长 我们来用一个简化版演示一下思路 假设我们要从老王爱吃西瓜 这句话生成一个LPG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Prompt 目标生成老王喜欢吃西瓜的LPG 然后我们再给出核心的流程 首先是识别实体 也就是这个句子中的老王和西瓜 我们可以这样写 步骤一 识别实体 类型包括人物体和味道 这里的实体类型是需要我们根据文本内容 人工设定的 在Graph Rug中默认使用的实体类型包括团体 人位置和事件 第二步是识别实体中的关系 这两个步骤在专业术语中都有正式的名字 第一步叫做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第二步叫做关系抽取 Relation Extraction 过去这俩任务都有非常复杂的模型算法 现在我们只要用一句Prompt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下输出格式 比如实体和类型用冒号分割 实体间的关系用箭头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 Graph Rug还会要求大模型生成每个实体和关系的简要文字描述 然后Graph Rug会把这一大堆的Prompt全都发送给大语言模型 如果AI模型足够的聪明 AI就会根据要求返回类似这样的格式 它会识别出老王和西瓜两个实体 以及老王爱吃瓜这样一个关系 注意一下 这些内容都是AI自动生成的 不一定和原文一字不差 甚至AI还可能编故事 所以我们通常还要在Prompt中加一句警告 让AI不要编造信息 就这样Graph Rug通过解析AI返回的结构化文本 就像开玩笑一样 老王爱吃瓜这句话的知识图谱就被解析出来了 听起来是不是挺不靠谱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知识图谱本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早在大模型之前 它就在很多的公开语料里面被频繁的使用 事实证明大模型还是处理的很好的 在Graph Rug中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设计 每次AI生成完一个知识图谱之后 Graph Rug会把这个知识图谱连同原文再发给AI一次 问他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的东西 要不要再补充一点什么 如果AI说有那就再补一轮 然后再问再补 这个过程会一直的循环 直到AI亲口承认我已经没有任何要补充的东西了 这下程序员们终于找到了自己也能欺负的对象了 这个反复盘问榨干信息的过程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Data Cleaning 我暂时也没有找到它的中文翻译 不如就叫它大模型PUA吧 于是Graph Rug会对文章中的每一段文字 都单独生成这么一个知识图谱 老王喜欢吃瓜我们已经讲过了 后两句其实也差不多 我们这里注意一下最后这句话 其中的味道甜也被识别为一个实体 这是因为味道在我们的提示词中被定义为了实体 等所有的片段都处理完之后 Graph Rug会把名字相同的实体自动进行合并 比如说合并所有的老王 合并所有的西瓜等等等等 最后会拼成一个完整的文章级的知识图谱 这个过程并不需要AI参与 是由程序自动完成的 但是在合并的过程中 原本分散在不同节点或边上的描述信息 也会被一并整合起来 我们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只有节点的描述信息被合并了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 编的描述同样也会参与合并 然后这个时候 Graph Rug会把每个被合并的描述信息 交给大语言模型 请它根据这些描述 生成一段更加完整 更加通顺的总结性描述 并且用它来当作合并后的最终描述 这样一来 我们最终拿到的不只是结构清晰的图谱 还带了一段由AI整理过的自然语言的描述 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的说一下 Graph Rug一直在背护着知识图谱和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 比如图谱里的实体老王 Graph Rug知道这些信息是由哪几段原文生成出来的 反过来也一样 给你一段原文 它也能告诉你 这段话在知识图谱里面对应了哪些实体 哪些关系 这一点在后面的查询时候会用到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文章对应的知识图谱 但是如果文章很长 这张图就会变得非常庞大 非常复杂 查询起来其实也没那么方便 于是Graph Rug又多做了一步处理 它会用一种叫做莱顿社区检测的方法 把图中边比较密集的节点合并成一个整体 具体算法请大家自己研究 这里我们只看结果 但我们这个图实在是太简单了 所以这里也只能意思一下 假如左边的四个节点 相互之间的边比较多 就可以合成一个整体 而右边的味道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就像之前合并同名实体的那样 Graph Rug会让AI使用每个子图中的点和边的描述信息 生成一个更高级的总结性描述 比如我们把左边此图中所有的点和边的描述拿出来 AI就能总结出老王爱吃瓜和桃 小王爱吃瓜 而且这个总结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抽象 往往还能够推理出额外的信息 比如说小王只爱吃瓜 配合老王爱吃瓜和桃 就可以推理出小王不爱吃桃子 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根本没有出现过 这就是知识图谱超越简单文文匹配 真正开始理解和思考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简化后的知识图谱 每个节点都代表了原图中的一个局部信息块 如果说这张图还不够简单 那就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再合并 再总结 再往上抽象 一层一层的向上 最终形成了一个知识图谱的层级结构 这个结构越往上 信息就越抽象 越精炼 越往下就越接近原文 越具体细节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知识丰富层次分明的知识图谱了 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 能够被快速检索的索引库 这就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操作embedding 我们把知识图谱中的每个节点 每条边的实体信息和总结性描述 都当作一个文字片段 进行embedding 然后存入向量数据库 再加上最开始原文里面的每个切片 也都存入向量数据库 这就是知识图谱的最终形态了 其实接下来的查询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和普通的rug一样 我们会把用户的问题 比如老王爱吃什么 做embedding也转化成向量 然后就可以用它去跟原文 或者知识图谱的embedding进行匹配 匹配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 我们可以只查询知识图谱的某一层 或者某几层 也可以只查询原文 甚至也可以全部都查一遍 这个过程没有一定之规 比如在graph rug里面 就提供了一个叫做local search的策略 它会先从最底层的知识图谱里面 找出和问题最接近的实体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graph rug会维护图谱和原文之间的映射关系吗 一旦找到了相关的图谱底案 graph rug就能反向地查出 这些点和边是由哪些原文生成的 以及这些点和边出现在哪些上层的图谱结构里面 它们相邻的其他点和边都是什么 至于最下面这个covariate 相当于对原文片段的文字性总结 是一个实验性功能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鸡肋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extract covariates和claim extractor这两个文件 然后graph rug会把找到的 所有的这些点和边的总结性描述 以及它们关联的原文片段 再加上用户提的问题 老王爱吃什么 一起打包发给AI大模型 这样无论你问的是一个高层次的抽象问题 还是某段原文的细节问题 相关信息都会被一并的带上 因为local search是从最底层的图谱开始查起的 所以它特别擅长处理细节丰富定位准确的问题 这也是它为什么叫做local search的原因 graph rug还有一种查询策略叫做global search 和local search相反 global search是从图谱的高层开始查起的 然后在一层一层的向下追溯 所以它的好处是它比local search更适合回答那种抽象一点 全局性更强的问题 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总之这就是graph rug的整体架构 从构建知识图谱 总结描述 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大语言模型的参与 听上去确实有点不靠谱 但根据微软论文中的实验数据来看 效果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在吐槽graph rug太吃token了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 让大语言模型渗透到整个流程的设计 你可以说它奢侈 烧钱 但不能说它不认真 graph rug的过程其实很像我们的学习之路 起初脑子里面装的是零散的知识点和孤立的笔记 就像那些未经整理的文本片段 随着不断的积累和思考 那些点慢慢形成了线 最终在脑海里面织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知识图谱 而我们的视野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一点一点的拉高 但是我觉得其中最妙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竟然还能够发现一些原本不存在的连接 就像现在分享着graph rug的我 和屏幕前静静听着的你 我们虽然素媚蒙面 但是却因为一份好奇心心里生出了一丝默契 这也许就是属于求知者的浪漫吧 我是程学院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 就下期见了 フ�子 除片 词